伯克论法国革命 Edmond Berg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在上一段当中 伯克表示 自己一开始对于法国革命是在观察 所以他保持沉默 他的理念是 当有人以争取自由为民时 你要判断好坏 要看看他得到自由以后再做些什么事情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人们经常为了肯定民主的价值 一旦遇到某个国家或政权内部 出现了以民主自由为民的革命或者是暴动 就很快想要表达支持 但其实对于那个革命的团体 领导人政策理念 了解并不深 那如果事后又发现 这个所谓的民主革命团体 做了很多坏事 有事后表示 这些人没有真正的在执行民主 然后并不觉得自己前后矛盾 问题在于 你既然知道政治有很多丑陋面 你当初为什么要这么急着 肯定对方 所作所为 要么是你 太幼稚太无知 对政治人心太不了解 要么就是你 也是个 搞政治游戏的政客性格 那伯克等待观察 越看越不对 所以他觉得他必须要有所批判 他对于自己批判的对象 是不是要只限于英国 还是要涉及法国 有所反省 但后来他认为 法国革命带来的危机 不只是 是法国本身 而是危机全世界 那是因为法国提出了理念 对支持者来讲 叫做具有普世性 对于反对者来说 这具有传染性 所以在上一段当中 伯克表示他必须要加以评论 虽然他会先从英国的事情开始批判起 伯克认为法国革命是人类史上 可以说是最让人惊讶 或者是惊骇的一件事 反对者认为 这打破了文明的次序 而且是用非常美好的口号 实际上造成非常不好的效果 那另外一方面 支持者呢 则认为 自己不只是政治斗争者 他们是真正在实现自由理想 好 那在开始讲解今天的内容之前 我想要提一下 因为我今天早上偶然看到一个纪录片 电视上播的 他介绍的是近代化学的发展 在介绍科学家是怎么发现气体的 那当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英国的Joseph Prisley 另外一个是Lavazier 就是法国的Lawazier 他被称为近代化学之父 在实际上理论上证明了 氧啊 氢的存在吧 等等 反正化学我也不太懂 Lavazier提出了元素 这个定义 他发表的时候 就是1789年 法国大革命 后来他死了 1794年 怎么死的 上断头台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贵族 然后他担任税务官 收税的 而在民主革命当中 下层人民革命的时候 最恨的一种人 就是对他们收税的人 所以Lavazier跟其他20几个税务官 被砍头了 对 这就是你从教到大学 法国大革命 课本老师不会跟你讲的事情 或者是 人们会归咎 这是 罗伯斯比恐怖统治的错 其实 那个时代 就是所谓的民粹政治 populism 如果你想要知道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贵族 有多惨 而他们这么惨 是因为他们很坏吗 你可以看一本 童书 有趣吧 童书 我忘了是什么出版社 但是他的标题叫做 千万不要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当一个贵族 书名可能不是 精确不是这样 但差不多 有趣的就在于 这是一本童书 真的童书 当然这是西方的童书 相较而言 西方的童书 比较会有一种 让小孩子也知道真相 即便那是丑陋的真相 相较而言 东方人的童书 就是想要给一种 欢乐 爱 理性 乐观 启蒙的气氛 好了 那我们就回到本文 现在 博客要评论的是一场 应该是类似步道 但是有政治宣传 性质的演讲 好 在进入实际的讨论之前 我们先想一想概念问题 或历史发展 你可以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在近代民主革命 或者是这种争取人权的运动过程中 初期 要注意哦 是初期 会有一种人物 那就是宗教人士 整体而言 教会一般是比较保守倾向的 因为他们比较中式传统 保守派 可是教会里面总是 也各种人都有 在历史过程中 就会出现 这样子的宗教人士 支持民主人权的理念 而在革命初期的时候 成为很重要的推手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根据启蒙运动 的理论来讲 人权观念是来自于 natural law 也就是自然法 所谓自然权利 他不应该要诉诸神 但是 其实那是一个过渡的年代 其实当时多数人 还是有宗教信仰的 而他没有宗教信仰 又要搞民主革命 所以宗教领袖 就很容易成为这个 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过程中 的一个推手 问题在于 一旦你革命成功 社会开始世俗化 其实这些宗教人物 那个宗教性就会越来越低 而整个社会的世俗性就越来越高 所以在保守主义者看来 这些推动民主革命的宗教人士 是认识不清的 但是在这些人 是自己看来 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执行 上天给他的使命 例如说他认为神爱世人 所以他要推动人权运动 在他而言 这是一致的 他可能看到传统权贵的一些不当行为 然后一般人的受苦 他感到不忍 所以他做这些事情 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 其实你是在把整个社会 往一个会唾弃信仰 唾弃传统的方向推动 你一时之间不会看到这个效果 甚至可能一时之间你会感觉到 好像社会不公不义减少了 然后人们的活力增加了 一时之间看起来可能是这样 但整个社会整体方向 就是走向世俗化 庸俗化 到最后你会走到一个形式上是 宗教宽容 文化包容的社会 但实际上这个社会的人 已经不在乎传统 也不在乎宗教信仰了 我之所以做一个比较长的导论 是因为伯克接下来要讲的 就是一个步道的内容 如果不做这个导论的话 你可能会不知道 就是伯克提这件事情要干嘛 好了那就开始读书吧 On the forenoon of the 4th of November last Dr. Richard Price a non-conforming minister of eminence preached at the dissenting meeting house of the old jury to his club or society a very extraordinary miscellaneous sermon in which there are some good moral and religious sentiments and not even expressed mixed up in the sort of porridge of various political opinions and reflections 我觉得我应该要真的去听一下 英国人自己是怎么念这种长句 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换起的 刚才 extraordinary 没念好 但是不要再录一次了 好 11月4日上午 Richard Price博士 他是一个新教的牧师 这个人呢 在Old Jewelry 犹太区伦敦的 The Dissenting Meeting House 这是也是一个新教的 来自聚会所吧 跟他的Club or Society 就是他的伙伴同志们 讲了一场 非常非常混杂的演讲 在这场演讲中呢 有一些不错 良善的道德 宗教性的情感 而他表达的还真不赖 但是他把这种 道德与宗教的情感 与其他各种政治意见 政治主张 祸成了一锅粥 而在这个大锅里面 其实法国革命 才是最主要的食材 这句话我刚才没有念到 But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is the grand ingredient in the cauldron 听完反应有没有一点感觉 就是伯克在批评的是什么 这个Richard Price呢 整体而言可以说 这样子的人就是 有基督教信仰的自由主义者 其实讲到底 基督教跟自由主义 就是自相矛盾的嘛 怎么样矛盾 不是现在要讲的重点 那是高度哲学的问题 Non-conforming minister 要注意一下在英国呢 因为英国有英国国教嘛 所以如果你是 克尔文教派 清教徒这种新教 你就不想要接受 国教派的规定 所以在英国呢 这种人就叫的non-conformist 所以non-conformist 就是指他是新教 protestant 同理呢 这个dissenting meeting house 那这个dissent是指有别的意见 意义分子 那就是一样啊 他们不想要接受英国国教 所以他们有意义 基督信教其实有另外一种翻译 现在比较不流行 就是叫抗议中 因为他的英文就是protestant 就是抗议的人 抗议天主教 罗马公教教会的人嘛 再来 Old Jewry 这是伦敦的一个区啦 在City of London 他在伦敦市政厅 Gildhall的南边 在那个圣保罗教堂的东边 距离很近 总之 这个人的步道呢 伯克认为 very extraordinary 这就非常的强调 他非常混杂 混了什么东西呢 糟的就在于 这个人讲道德 讲宗教 还讲得不错 但伯克的修辞是sentiment 意思是伯克认为 这个人的想法 很多都是情感性的 什么是情感性的呢 我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我讲一句话 这个乞丐好可怜 政府应该帮帮他 这个想法对还是不对 表面上是对的 实际上 更深刻的思考应该是 他为什么变成乞丐 他真的很可怜吗 而帮助他是谁的责任 是政府的责任吗 就算是政府的责任 那所谓的帮助他是什么帮助 是精神上的支持 是给他钱 是训练他工作 是哪一种 对吧 问题在于 如果你是一个 很会 很会立志 很会感动别人的人 你的推理 经常有漏洞 但群众 听的人 经常不自觉 或者 想要以肯定你的说法 来肯定自己 宗教也是一样啊 例如你说 上帝教我们 要保护弱者 抵抗坏人 好 那你说 你看这个人 只不过偷了几条面包 却被关到监狱 关那么久 这真是太不易了 我们要帮他逃狱 听者很容易 会接受这种简化的推论 争权夺利的人 也想要自我美化 现代人喜欢批评古人 利用宗教来 迷惑控制人民 那我可不可以反过来说 现代人用民主 自由的理论 来搞争权夺利的事情 因为民主自由理论 在哲学上 其实也站不住脚嘛 唉 要举例 让人讨厌了 例如说台湾有很多社会运动 要引用人权理论 而他们引用人权理论的时候 其实是用了两个 自相矛盾的说法 第一 他们说这是普世人权 第二 他们说这是国际趋势 你有发现自相矛盾吗 可能没有 因为你可能认为 他之所以是国际趋势 就证明他是普世的啊 错 一加一等于二 是国际趋势嘛 所以不要诉诸 什么普世人权理论 你就说你们现在有一群人 要争取权利 那你要对抗反对的那群人 就两个人比一比嘛 投票啊 赢的人就赢 输的就输 这就是一场投票比赛而已 所以糟糕的在于什么 糟糕就是在于 把各种政治性的意见 明明其实是很世俗 背后很多人欲的部分 加上道德性的 宗教性的意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包括台湾 这种政治民主改革过程中 会有一些形象很好的 道德家或宗教家或教育家 在过程中会哄 但一旦这个改革成功以后 包准这个人迟早也会不哄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不是坏的本身 因为坏的事情 人家一看就是坏啊 偷款抢片那是坏啊 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讲歪理 讲歪理不是全然错 就是因为他不是全然错 他才可怕 因为他对人有误导性 一般人没有能力驳斥 所以伯克对这整场步道 他的评论是 过程中的确表现了一些好的 道德说法 宗教信仰的虔诚 但是中间又混杂了很多 政治性的意见 而他感觉到 其实这整场步道的主旨 明明就是想要支持法国大革命 火气都上来了 没关系 冷静 好了 可是如果我用批评质疑的观点 来看伯克的这个说法 我会提出什么问题呢 我会说 那传统政治不就也是 搞军权神兽 把宗教跟政治的问题混在一起吗 确实 因为刚才要批判的就是人性 人性有这一面 但我们要注意的两个问题是 第一 第一 宗教跟政治的关系 其实一直都很紧张 因为宗教讲的是至善的境界 宇宙的真相 而政治 是人的恶性的产物 是必然之恶 西方 信仰上帝 在上帝信仰之下 到底是宗教的地位高 还是政权的地位高 这对于信徒而言 一直是一个天人交战的问题 第二 伯克会批评的一点就是 这种混杂 其实终究是一种战时性的利用 也就是说 民主终究会走向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之下反对绝对真理 然后道德跟宗教 就会失去立足点 这第一句话就讲到这边 我们继续往下 伯克说 I consider the address transmitted by the revolution society to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rough Earl Stenhope as originating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sermon and as a corollary from them it was moved by the preacher of that discourse it was passed by those who came reeking from the effect of the sermon without any censor or qualification expressed or implied if however any of the gentleman concerned shall wish to separate the sermon from the resolution they know how to acknowledge the one and to disavow the other they may do it I cannot 这里讲的是一个具体事件 因为香蕉而言不是那么重要 我就把它带过去 还记得我们在前几次影片 有讲到 就是英国有一些团体 就带着一些志愿书 跑去法国 然后法国民议会 也非常高规格的家里接待 问题在于这个 英国的团体 又不是官方的 博客就批评 这样子的行为不当 那当时这些英国的团体 跑去法国 就递交了一份 像是请愿书的东西 据说这个请愿书 就是源自于这里 或许不该说是请愿书 而是一种宣誓 一种表态 一种主张吧 我们一般都知道 你不要在宗教性的场合 谈政治问题 或者你不要在政治的场合 谈宗教问题 不要在法会的时候 去说你支持哪一个候选人 这样子做不正当 除非你正本清源的说 根据佛学 佛理 他比较支持哪一种立场的政治主张 这样子是可以的 这是学术研讨 但现实社会的实际力 会出现这种场合的状况 根本就不是我说的那种状况 博客批评这种做法不当 但是有一些人会说 那我们就把这个步道归步道 他们做的宣誓或宣言 这是另外一回事 博客有一点暗示性的表示说 你能分开 我不能分开 但博客暗示的意思其实是 是你们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现在又说要分开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有点举个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又可能会被别人骂 不过我先声明 我自己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而已 基督教教会多数是反对堕胎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 等于是杀生 就杀死一个生命 上帝既然让你怀孕 上帝赋予你一个生命 而神爱死人 你就应该要把这个小孩子生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基于现代人权观念 会认为一个怀孕的人 要不要堕胎 应该让他自己决定 因为毕竟是他要承受这个痛苦 他要把小孩生出来 他要抚养 这个冲突 尤其在一种极端的状况好了 女孩子被强暴怀孕了 那教会依然不准堕胎 这个时候 人权的分子就会非常的愤怒 觉得教会非常不人道 不讲情理 所以在这个过渡的期间 就是社会转换的过程中 就可能会出现有一些教会人士 少数 极少数 可能表示自己是支持堕胎的 那他就会引用一些宗教的说法 例如说神爱世人啊 那神一定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母亲这样子的痛苦 或者这个小孩未来也是痛苦的等等 这样子的说法可以抚慰很多信徒 就是他们一方面有这个信仰 但是一方面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又开始接受人权的观念 那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人士就可以为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 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的罪恶感 但其实这位神职人的说法 在神学上到底站得住脚站不住脚呢 而伯克这里没有说的很明显 但我认为伯克可能会说 如果你要开始走左派路线 你就不要表示自己还是个信徒 这对人们反而是有更大的误导性 所以我们就接到下一页 也就是下一段 伯克说 在他看来这场步道就是一种公开的声明 发表这个声明的人跟下列这些人是有关系的 这个有关系意思是同类 接下来他讲了四种人 很漂亮的修辞 很厉害的修辞 其实这四种人也大概就是同一种人啦 第一种 第一种 Literary cabalus 或是 cabalus 发音中音不知道在哪里 Literary 这个不一定是指文学这个狭义 Literary就是指有读书的 有知识的 Cabalus 是指这种有政治密谋的 密谋分子 第二种 Intriguing philosophers 一样 Intriguing就是指他有政治权谋的 哲学家 第三种人 Political Theologians 政治性的神学家 第四种 Theological Politicians 神学性的政治人物 伯克非常的直率 他就是那种会说国王没有穿新衣的人 很多人会说 知识分子要从政才能实现他熟视的理想 这个说法不是错 但不适用于民主时代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而在参选过程中表示出你真正的理想 包准你选不上 其实政治界有很多人 他们都自认为是精英 其实他们都觉得自己比自己的选民更优越 他们心里是那样想的 但问题是在于说 一到选举或在这种场合里面 每个都表现出很媚俗的态度 不要离题 拉回来 伯克用这样子的羞耻 他在暗示的就是 这种知识分子或神学家 其实有他们自己的人欲权力欲望 这是第一种状况 而他们这种权力欲望 这种人性 其实跟他们所知道的知识 宗教理想 是有落差 是有违背的 伯克的第二个意思就是 这种人其实读书没读通 他的信仰有问题 political是政治的 他也是指此生此世的 那theological是神学的 他是要超越此生此世的 伯克这个骂人骂得非常的含蓄 而很有深度 类似说一个人是学术政客一样 这并不表示宗教不处理政治问题 或哲学不处理政治问题 但如果你的体系是一贯的 假设柏拉图好了 柏拉图的哲学也涉及政治问题 而柏拉图的政治主张 完全是根据他的观念论实践而来 而在伯克看来 这些人的知识主张 跟他们的政治作为 是割裂的 是不一致的 或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跟他们的政治口号 也是不一致的 所以才给了这样子的批判 下一句很有趣 I know they set him up as a sort of oracle because with the best intentions in the world he naturally philippized and chants his prophetic song in exact unison with their designs 我先问一个问题 从这句话来看 伯克对于这个Richard Price 这个步道的人 是肯定比较多 还是批评比较多呢 如果根据我整个讲下来的脉络 你当然会觉得是批评比较多 伯克不是一直都在骂吗 先翻译一下 伯克说我知道 上书这四种人 包括英国的 跟国外的 包括法国等等地区 这种人 把这个人 Richard Price 当成是某一种神域 因为这个人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 最有善意的人 所以这个人 很自然地就会支持 或歌颂 自己梦想中 未来的状况 那这样子的做法 就会和上述这些人的设计 可以一致 或配合 这句话可以呼应 我今天所做的导论 我们想一想 这个Richard Price 伯克其实是对这个人 有肯定的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真的是好人 不要怀疑他的意图 这个人不是要争权夺利的 就是因为 他有这样子的善意 革命的人才要把他拱出来 把他当得像是神域 像是先知一样 表面上 他是一个领导者 实际上 他其实可能是工具 所以伯克看起来 应该不认为 这个人是 有什么坏心眼 或者是人欲 问题在于 这个人 他只有 best intentions 他有的只是一种善意 但是 恐怕他的知识 是有问题的 这样子 很可怕 你知道吗 因为这样子的人 真的可以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因为他的知识水准 跟他的信仰层次 让他支持 法国革命 而这样子的人 就会被革命政客 塑造成 人格典范 因为人们 觉得 人都要名要立 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人 看起来也不要名 不要立 而且充满着 同情心 慈悲心 爱心 那他所支持的 那个主张 应该是对的吧 就这样 其实这是一种 情感的诉求 问题在于 多数人没有 知识能力 或理性能力 去进行 很深的思辨 我其实也没有去查 这个Richard Price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只是认为说 博客说 这个人 有the best intentions in the world 这应该不是一种 挖苦或讽刺吧 好了 下一段会继续 延续这个主题 我本来要 继续讲 但显然不可能 那就这样 拜拜